361度AG4的Soar版本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更有助于起跳 或者说更极致的一个版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过去几年大家都开始做这种插入式中底的时候 361似乎一直没有动静 对吧 那在我以为它就是不会再加入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推出了这个Soar版本 这双鞋的设计师依旧是刚才的The Win 5 而我手上的这个配色依旧也是Be Water 所以有些区别就会更明显一些 这个鞋的外底纹路和刚才那双鞋的内容是一样 唯一细节上的改变就是 它的底部的这个暗纹会有一些区别 在中间这个圈会有两道线 暗纹是往外延伸的 也是呼应了吸气盘的那个外观 说此之外在橡胶上面 在足够内侧的摩斯面码变成了Found the Zen 另外一双则变成了Found the Balance 后跟则是有它个人信息出身年月了 什么时候被NBA选中了 前掌外侧是它的个人签名以及一个四桶 中间的这个TPU上面写了一行小字 大概意思就是说为阿伦哥登做的设计 同样还有一个Sore System 所以想想最后一块红色的地方写的是Quick Flow 也就是代表这双鞋所使用的这块鞋垫 这个鞋垫依旧是非常顶级的这种 太阳灵界发泡材料 鞋垫外侧都有做介绍 回弹率75%给标上 内部的四个小标志 也同样代表了这双鞋的一些科技的使用 鞋垫上面标明了 这依旧是一个5毫米落差的鞋子 鞋垫内部和刚才那双鞋一样 有一个吸气盘的logo 同样在两侧也做了一定的这种开槽 和我之前做过很多这种插入式中底的鞋子 鞋垫的设计都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其实就在它的后面 首先在中间有一个小疙瘩 疙瘩上面的图案就是它的一个吸气盘 适合外底的一个透明的地方做一个呼应 也就是更好的固定鞋垫 可以这么理解 同样这双鞋也是国内目前第一个 把碳板嵌入在整个发泡材料中间的 在鞋外圈都找不到很明显的这种结合点 整个工艺应该还蛮难的 碳板形状在鞋垫后面也有做一个标识 大概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全掌型的碳板 并不是那种很明显的Y字形 然后上面也做的介绍是尼龙和碳 做了一个结合 所以它既有韧性又有弹性又有刚性 各方面综合起来能提供非常好的这种运动表现 也不会让鞋子变得很板其实在鞋面上面也藏了非常多玄机 它整个鞋面材料和刚那双鞋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这双鞋上面应该就是完全使用了tpu的沙线 前面三个小圆圈也是代表了ag4 侧边361 内侧这句话也是和刚才的那双鞋一样 鞋圈内部的图案则代表了配色be water 外侧则是使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ag的logo 也是彰显了他们自信 外圈这五条线其实是呼应了ag1代 在最后跟有一个五条杠 这五条杠分别代表了family team myself pull up data 其余的鞋带系统还有它的内衬之类的 其实和刚才那双鞋会差的不是很多 你就从后面这个角度往前往前 更是发现它整个这种流线造型很像是库里的鞋子 可能从8代以来使用的这个flow的外底造型也是有一点那个flow的感觉 然后整个鞋子的这种灵活性也会有很大的增加 还有就是它这个鞋帮这个开扫我很喜欢 但是我觉得它可以做的更深一点 就是让整个鞋子起跳的这个鞋面的灵活度会更高 虽然它是一个高帮 第一次361用这种插入式的东西 竟然就做出了这种 把碳板植入在整个鞋垫里面的这种操作 我觉得一是代表了他们很有野心的 就是他们做的这种都算是比较高难度很高成本的东西 另外一点也是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感觉到ag这个系列 是一步步在往上往上走的 intent运轮来那么大 我们这个需要的景点 这是我们这些困难 York 我们现在打算看到大家 这个真的很大 组合同行之后 我们这两个都可以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